怀孕的妻子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可丈夫不但漠不关心 还指责她是个笨手笨脚的废物 而女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漠 继续打扫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可男人却又掏出了钱包 命令妻子去给自己买一包香烟 尚恩挺着大肚子来到药店 买了窗口贴包砸好伤口 接着又在杂货店里 买了一盒最爱吃的草莓冰淇淋 可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唯独忘记了给丈夫买香烟 回到家后 她不出意外地遭到了丈夫的毒打 尚恩强忍着疼痛爬到了客厅 抬头望向了隐藏的摄像头 而男人似乎并没有察觉 她残忍地将妻子拖进了房间 关上门继续实施着暴行 却不知这一幕 都已被摄像头给记录了下来 半小时后 阿伟若无其事地走出了房间 并让妻子收拾好地上的垃圾 接着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盒丝巾 像施舍一般扔到了地上 并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明天带你回娘家去看你母亲 你给我好好打扮一下 别整天一副黄脸婆的模样 尚恩躲进了卫生间里 将轻柔的丝巾套在了脖子上 但她却觉得仿佛带上了一道枷锁 沉重地让人喘得过气 头顶上突然传来一阵巨头 她连忙摸了摸 那是丈夫留下来的伤口 让她看得不寒而令 尚恩拿起了手机 将身上的心伤就横拍了下来 并发送给了一位神秘人 而阿伟对这件事并没有察觉 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此时电视里正播放着 儿童医院朴院长的采访 阿伟的脸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她立刻拿起了手机 联系了这位朴院长 从两人的对话中得知 朴院长似乎有什么把柄 落在了阿伟手上 阿伟让对方准备好一大笔钱 明天晚上见面交易 第二天 尚恩在下班后稍微打扮了一番 准备和丈夫一起回娘家 但在上车之前 她却掏出了手机 并打开了录音开关 果然她刚坐上车 就遭到丈夫的一阵责骂 上恩连忙不停地道歉 并表示下次一定会动作快点 阿伟这才停止地抱怨 发动车辆急迟而去 可半路上 上恩突然发现导航里 并不是妈妈家 而是一个陌生的地址 阿伟不耐烦地解释道 今天暖一点再去你母亲家 我要先去见一个大冤主 她会将后面的箱子里塞满钞票 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位有钱人 尚恩虽然心有疑惑 但也只能默默跟着一同前往 几小时后 尚恩独自一人来到了妈妈家 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 她并没有叫醒妈妈 而是连夜清洗了身上的衣物 然后默默地躺在了母亲的身边 第二天 尚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挂断之后 她一脸冷漠地说道 怀孕的妻子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可丈夫不但漠不关心 还指责她是个笨手笨脚的废物 而女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漠 继续打扫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可男人却又掏出了钱包 命令妻子去给自己买一包香烟 尚恩挺着大肚子来到药店 买了窗口贴包砸好伤口 接着又在杂货店里 买了一盒最爱吃的草莓冰淇淋 可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唯独忘记了给丈夫买香烟 回到家后 她不出意外地遭到了丈夫的毒打 尚恩强忍着疼痛爬到了客厅 抬头望向了隐藏的摄像头 而男人似乎并没有察觉 她残忍地将妻子拖进了房间 关上门继续实施着暴行 却不知这一幕 都已被摄像头给记录了下来 但小时候 阿伟若无其事地走出了房间 并让妻子收拾好地上的垃圾 接着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盒丝巾 像施舍一般扔到了地上 并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明天带你回娘家去看你母亲 你给我好好打扮一下 别整天一副黄脸婆的模样 尚恩躲进了卫生间里 将轻柔的丝巾套在了脖子上 但她却觉得仿佛戴上了一道架锁 沉重地让人喘得过气 头顶上突然传来一阵巨头 她连忙摸了摸 那是丈夫留下来的伤口 让她看得不寒而令 尚恩拿起了手机 将身上的心伤就横拍了下来 并发送给了一位神秘人 而阿伟对这件事并没有察觉 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此时电视里正播放着儿童医院朴院长的采访 阿伟的脸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她立刻拿起了手机 联系了这位朴院长 从两人的对话中得知 朴院长似乎有什么把柄落在了阿伟手上 阿伟让对方准备好一大笔钱 明天晚上见面交易 第二天 尚恩在下班后稍微打扮了一番 准备和丈夫一起回娘家 但在上车之前 她却掏出了手机 并打开了录音开关 果然她刚坐上车 就遭到丈夫的一阵责骂 尚恩连忙不停地道歉 并表示下次一定会动作快点 阿伟这才停止的抱怨 发动车辆急迟而去 可半路上 尚恩突然发现导航里并不是妈妈家 而是一个陌生的地址 阿伟不耐烦地解释道 今天暖一点再去你母亲家 我要先去见一个大渊主 他会将后面的箱子里塞满钞票 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位有钱人 尚恩虽然心有疑惑 但也只能默默跟着一同前往 几小时后 尚恩独自一人来到了妈妈家 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 他并没有叫醒妈妈 而是连夜清洗了身上的衣物 然后默默地躺在了母亲的身边 第二天 尚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话断之后 他一脸冷漠地说道 妈妈 妈妈 就算你出败的